车路车开进加油站洗车场前 一名男子右脚掌血流如注 被急忙抬上担架宋一治疗 还蛮冷静跟镇定的 然后我们做他说 他脖子还是他四肢会有麻木的情形 他说不会就紧右脚的掌根那里 就是受伤部分特别疼痛 受伤的23岁男子右脚掌8公分撕裂伤 宋一还发现第一到四节骨折紧急开刀 到底好端端怎么会在加油站的洗车场 发生意外呢 要准备插车 那可能因为车子还没有完全出这个洗车区 所以他的脚就进入到洗车区里面 然后误踩的那个轨道 原来这名男子是加油站洗车员 当时急着要帮客人擦车走靠近洗车区 却不小心踏进运转中的洗车轨道 他一时心急用力拔出受困的右脚 因此脚掌严重受伤 加油站洗车员通常得经过半年以上的训练 借由前辈的教导才能操作洗车机 而且心中还得牢记口诀才能避免意外发生 来到别近加油站深入了解 发现洗车员的训练养成其实并不容易 要将车辆引导进洗车机中 每个环节都很重要 打N档刹车不要踩 方向盘不要握都是重要口诀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不能靠近洗车轨道 还有车头 否则很可能发生卷入祸 冲撞意外 事发加油站不用回应意外经过 只向劳动部工程平时都有做员工教育训练 只是训练的成效如何 怎么会发生意外 劳警单位说要查到底 这占品王世涵台中报道